黑管夫给更内侠注射了一针什么液体 居然神奇般的治好了钢铁侠的疾病 使得八中毒的迹象快速消失 这让钢铁侠感看 世界上居然还有比我更懂科学的人 没有错 眼前的这个独眼男人 这是神盾局的老大福瑞局长 他所掌握的神盾局 是专门应对外星侵略的组织 神盾局拥有两大黑科技 一 空天航母 未来作战终极武器 既能在海面上航行 也能在太空中作战 空天航母是一届在机 即动能武器 激光武器等为主要武器 并作为空中活动基地的大型飞行器 它的动力来源于核动力和反物质 理论上来说 空电航母可以做到无线续航 拥有空电航母 其中最可贵的是 代表神盾局已经掌握了 可控核区变无线能源 这项技术足以让人类轻步三千年 黑科技二 屏幕粒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因为有屏幕粒子的存在 扶手者联盟才有机会 穿越时间线大白灭霸 改变漫威宇宙的未来 这时有机制的小伙伴就要说了 不对呀 屏幕粒子也不是神盾局发明的呀 其实汉卡屏幕博士早年在神盾局工作 也正是因为神盾局提供设备 资金 技术支持 才最终研发出了屏幕粒子 后面美国队长穿越回神盾局 偷取屏幕粒子 也印证了屏幕粒子属于神盾局的财产